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你这是在做什么 这是机械心脏 我需要充电才能活着 所以你是在充电 对 我刚刚捡到你的表 它上面显示在充电 我就突然想到了很多事情 你也都看到了 这就是我最大的秘密 你是 机器人吗 我不是机器人 我除了有一颗机械心脏之外 其他的方面跟普通人一样 只不过 有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故障 什么故障啊 如果我控制不好的话 心跳过高的话 我会 放电 对 所以你弄坏汽车 电飞 和声 还有我 我今天约你出来 本来就是想跟你说 机械心脏的事情 还有我们之间的事情的 机械心脏 现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所以我不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不过前几天啊 研制机械心脏的博士跟我说 他会在三个月之内 解决掉机械心脏所有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除了需要充电之外 我会跟正常人 完全一样的生活 我之所以让你等我三个月 就是希望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之后 我再跟你在一起呢 那你的心脏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十年前 我受了一次很严重的伤 怎么伤的 是一场车祸 我当时开着车 在山路上 看到前面有一辆卡车 撞到了小轿车 然后我就下去救人 卡车 就把我跟小轿车 一起撞到了山崖下面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山谷里了 你也 当时我旁边 有一个小女孩 她卡在车里不能动 也看不见前面的爸爸妈妈 我明知道她的爸爸妈妈 很可能已经停止呼吸了 但我却不能告诉她 因为 那天是小女孩的生日 你当时明明伤得很重 还在用最后一点力气 鼓励她活下来 还给了她一颗蛋糕上的草莓 许个愿吧 生日的时候 许的愿望 都会成真的 她的 对 是你吗 哥哥 是我 对不起 我竟然 没有认出你了 这十年 一直在找这个大哥哥 我想跟她说一声 谢谢你 我也没想到 十年后 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遇见 我不是有离别 怎么会重逢 以后 你再也不会很难了 我 还适合牵舞 老板 你现在越说越流了 你吃点这个吧 虽然你十年没有谈恋爱了 但是你说情话还是很老便呢 最近我在网上搜了一些工人 那你怎么不问问你身边的情圣 许总呢 他靠谱吗 就他 也是 reports 实际上我还是第一次谈恋爱 皆是他们尽端的情 Wars 喜欢一个人 就要让对方感受到 爱就要大胆说宠 女孩子谈恋爱之后 不都是应该 矜持一点或者 话少一点吗 其实我话已经很少了 也是 你说的话 技术本来就比别人大 减少了之后 自然也感觉不到 你话倒是比以前多喽 有吗 我跟你以前一样 你身体激动的时候 我会放电 但是 我跟你牵手拥抱 都感受不到 你有时候是不是 没有那么喜欢我 怎么可能 是你 皮操若厚 我感受到了 你是喜欢我的 我发现 你现在真的越来越过分了 人就要大胆尝试啊 你已经死了 你自己把东西拿走 我发现了 你还没关系 你自己的手拥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